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 狼叔还开玩笑的说 就是你呀 豆的弟弟笑个不停 姐姐却在慌乱中反应过来 说现在是说故事的时间 你必须要给我们两个讲故事才行 他想用这个方法拖延时间 狼叔便开始给孩子们讲起了故事 这次讲的是魔法豆子杰克和灰姑娘的故事 其实杰克和灰姑娘是邻居 杰克偷偷暗恋灰姑娘很久了 灰姑娘有两个又丑又饿的姐姐 这一天杰克看见灰姑娘 因为想吃带有草莓果酱的面包 就被姐姐们欺负 关进了地下室 杰克也被妈妈抓了回去 妈妈让他把家里的老牛牵出去卖钱 必须要卖到一百英镑 杰克牵着牛 路过一间精灵小店 他用牛换了一颗魔法豆子 可是当他拿着豆子回家之后 妈妈暴跳如雷 直接把豆子扔进了垃圾堆 并狠狠地送了他半个小时 与此同时 灰姑娘的两个丑姐姐盛装打扮去参加舞会 而路过的精灵听见了灰姑娘的求救 他决定帮灰姑娘实现愿望 灰姑娘很暴躁 他想要马车和裙子 想要变成一个光鲜的女孩去参加舞会 精灵给了他一切 但是当时只能维持在十二点之前 灰姑娘如愿来到了舞会 他一出现就吸引了王子的注意 王子邀请他供舞 他们在最显眼的位置跳起了disco 很快十二点到来 灰姑娘马上抛下一切往回跑 王子拽着他竟然把他的衣服拽开了 尴尬的灰姑娘头也不回地跑掉了 当然他一不小心丢下一只水晶鞋 王子剪刀水晶鞋当即立世 谁要是能穿上这只鞋 我就会迎娶他 但是下一秒 他又被别的女孩吸引走了 丑姐姐趁没人注意 把灰姑娘的水晶鞋 替换成自己的臭鞋 伤心的灰姑娘则独自回到家里 没有注意到 他家后面有一棵巨大的树 这正是杰克的魔法豆子长出来的 不仅如此 树顶端的叶子还都是纯金的 杰克的妈妈让他爬上去摘叶子 这样他们就能变成有钱人了 敏捷又灵活的杰克很快爬上去 但是在云层的树上 有一只嗅觉灵敏的怪兽 杰克吓得马上掉了下来 妈妈认为是杰克不洗澡的原因 自己爬了上去 但是他也被怪兽发现了 几口就被吃掉了 下面的杰克看到这一切 赶紧去仔仔细细地洗了个澡 这次爬上去之后 怪兽没有发现他 他把树上的叶子全摘下来 用这笔钱换来了魔法精灵的店铺 听到这里 姐姐迫不及待地问 那灰姑娘呢 灰姑娘此时正在家里干活 她的王子在外面展开试鞋大会 这双鞋又大又臭 没人穿着合适 丑姐姐自信满满地来了 两下便穿了进去 她兴奋地让王子兑现承诺迎娶她回家 但她实在太丑了 王子直接下令砍掉她的头 姐姐瞬间人头落地 灰姑娘跑出来看她深爱的王子竟然以砍人脑袋为乐 而王子已经等得没有耐心了 她也认不出这个脏兮兮的姑娘就是昨晚的美人 还下令让士兵们把灰姑娘的脑袋也砍掉 灰姑娘躲避追杀时又碰到了魔法精灵 她再次取愿不要钱也不要王子了 她希望能遇见一个正直的人 精灵便挥动魔法棒 把王子变成了青蛙 带着灰姑娘来到了杰克的店 这是一家专门做果酱的小店 原来杰克还惦记着吃不到果酱的灰姑娘 因此她做出的果酱就取名为新帝的果酱 就这样灰姑娘没有嫁给王子 而是和杰克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故事讲完两个孩子已经在沙发上睡着了 狼叔处方里的食物也完成了 小红帽回家 看到了熟睡的孩子们和危险的狼叔 但是狼叔什么都没做 毕竟孩子是无辜的 他只留下一句再见就走掉了 慢慢消失在田野里 好了反叛的童谣全部讲完了 这样另类的童话故事你喜欢吗 如果想看上期就去貂蝉的作品里找一下吧 我们下期再见